如果有一條狗啊 牠有四條腿 那你把牠的尾巴也叫做腿 那我問你這條狗現在有幾條腿 嘿嘿嘿嘿 很悲哀喔 很多人都跟我講有五條腿喔 沒有啊 牠只有四條腿啊 尾巴還是尾巴嘛對不對 你把牠叫成什麼 牠還是尾巴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的民進黨是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 牠把中華民國叫成台灣 台灣叫成中華民國 但是台灣永遠也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那個獨立的國家 你去問哪一個人的 牠都跟你講是中華民國 是那個有那個十二道光芒 那個國徽的那個國 那對台灣人來講 NO 我們要的是自己的國家 可是現在蔡英文他們跟你講 中華民國 我很不客氣的講 民進黨現在的這些人 是五條腿的狗 濃逼有沒有問題 我的問題是現在幫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在北美這個台灣人台派社團 現在的風向是什麼了 接下來我是這樣看了 我不知道這個學長到底怎麼想了 然後我覺得蔡英文做的每一個動作 都在卡賴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蔡英文心裡想的是 您正朋友不予加奴啊 他寧可讓國民黨當選 他也不會讓賴清德當選 國民黨也是有同樣的思維啊 國民黨也是有同樣的思維啊 所以你看到現在政論節目上面的那些人 以美論啊對不對 然後唱衰烏克蘭戰爭啊 之類的 全部都是 都是這一方面的做法 嗯 所以看起來在美國的僑界 應該是說 綠的支持者這邊 你分析一下他們現在的 他們現在在想什麼 然後內部嚴重分裂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嚴重分裂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心不能講話嘛 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像那個某某教授跟你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叫一個人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不說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嗎 嗯 有很多這一類人 他心裡知道 他也明白 但是他不願意講出來 他怕得罪了他的好朋友 或怕被人家攻擊 所以他放在心裡面他不講 可是到時候要坐飛機回去投票 嗯 那個就出問題了 人數就不見得會像 往年這麼踴躍了 OK 然後呢 如果你這個黨已經沒有心了 你已經失掉你的初衷了 你對於台灣人獨立建國 我至尊的那個理念已經喪失了 你現在只是一個選舉的工具 一個提名的工具對不對 然後我哥很不客氣的 很多人很討厭我這麼講 林肯總統講過一句話 他說啊 如果有一條狗啊 他有四條腿 那你把他的尾巴也叫做腿 那我問你這條狗現在有幾條腿 嘿嘿嘿 很悲哀哦 很多人都跟我講有五條腿哦 嗯 沒有啊 他只有四條腿啊 尾巴還是尾巴嘛對不對 你把他叫成什麼他還是尾巴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的民進黨是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 他把中華民國叫成台灣 對不對 台灣叫成中華民國 但是台灣永遠也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那個獨立的國家 你去問哪一個人的 他都跟你講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是那個有那個十二道光芒那個國徽的那個國 對不對 那對台灣人來講 NO 我們要的是自己的國家 可是現在蔡英文他們跟你講 中華民國 所以我很不客氣的講 民進黨現在的這些人 是五條腿的狗 因為他以為他把台灣叫成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叫人台灣 那個性質就會變 那不是把狗的尾巴叫成腿 所以狗變成五條腿嗎 他們不是五條腿的狗是什麼 那賴西德也是 五條腿的狗 他在帛琉就這麼講的 他最近的那個 那個 黨主席就職演說 也不是講到這個嗎 我是務實的台獨分子對不對 台獨分子 中華民國台灣 是目前台灣的那個名稱 對不起 他也是五條腿的狗 對 但是呢 你把他們叫做狗 我實際上是五路狗 我跟你講 彭P跟我是世界上最愛狗的人物對不對 你把他們叫做狗是五路我的狗 我跟你講 我的狗比他還忠誠的 我可不可以當原告啊 對 我的狗是忠誠如一的 OK 不管怎麼樣 你記得你如果回去看那個 希臘的名著啊 河馬寫的史詩 的第二部啊 那叫伊利亞特 伊利亞特 那個戰士他回家的時候 對不對 他看到 外面有一大堆年輕的武士在追求他老婆對不對 然後他 他兒子很氣很氣 然後門口躺著一條他的老狗 死幾歲了 不死 不願意死 因為還沒有看到主人回來 所以他一回到家 那一條狗站起來 尾巴咬兩下 躺下去就死掉了 伊利亞裡面就有這個故事 你把民進黨這些 中華民國台灣的這些五條腿的狗叫成狗 是五路狗你知道嗎 這是我很痛心的講法啦 那你說海外目前是怎麼樣 很多人已經不支持民進黨那種 五條狗 五條腿的狗的思維 但是不講話 但是有很多人他認為說 我就是要坐唐吉柯德 我就是要去供風車 你給他叫成腿叫 尾巴叫成腿沒有關係啊 我們先把政權騙下來再說啊 搶下來再說啊 你在騙什麼啦 蔡英文在2012年出來選總統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我說小心哦 這個女人從來沒有講過台獨哦 他說他是讀台灣 讀中國書哦 講中國話長大的 他是中國人哦 跟柯文哲一樣的人哦 OK 我說你們要小心 你要知道他背景哦 大家跟我講說 講中國書你點點點 槍口對外 槍口對外 叫我打國民黨的 就不要講自己蔡英文的候選人 他說啊 現在蔡英文是在騙中間顯明 我們要跟蔡英文一起騙 騙到政權以後我們一定會監督他 結果你看到他們監督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放縱 搞成台灣現在這個地步啊 我跟你講民進黨失去政權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海外的人怕不怕 不怕 為什麼 馬英九是 國民黨失去政權的百分之一百的理由啊 我要感謝馬英九啊對不對 如果不是他搞了八年 國民黨不會倒啊 哈哈哈 馬英九在當總統的時候 國民黨多囂張啊對不對 他甚至連告訴女孩子說 我騎腳踏車不穿內褲 都可以拿到好幾百萬票 對不對 啊跑去人家 林那個名家名宅 去long stay去住一個晚上對不對 那洗澡的時候說我沒有戴褲子 然後那個女孩子 很腼腆的說 這是你的內衣內褲 他就好高興了說 你看那個女孩子好腼腆啊 好像停世界女孩子都很喜歡他 我自戀狂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這麼想對不對 有的時候想說 像我這種 Not what I saw It's what I have seen 哈哈哈哈哈哈哈 Yeah OK 今天聊得很開心 哇今天是超級爆料 今天除了叉叉叉沒有罵以外 我覺得講的真的太貼切了 我不知道這集播出來以後 本節目會不會被藍的綠的一起 炸雞蛋 不過沒有關係啦 唐吉柯德嘛 上次 我在上次的節目講完話以後 你們就有很多的留言說 下次只要看到那個姓姜的 我就把電視關掉 沒關係 你們盡量把電視關掉 請打開Youtube 對 我以前在美國啊 我超級市長買菜 結果那個老太婆推了車子 然後一看到我車子就放了 也不要了 今天買的菜都不要了 就站在那邊 你數點望著我啊 你是中國人啊 你怎麼 然後我兒子啊 三歲啊 跟八歲在我旁邊就問我 爹地 What did you do to her 我說 Nothing 我才剛下車啊 我什麼都沒看 所以這是很可憐的事情啊 但Who cares對不對 今天過年大過年啊 我們過年一直過到那個 十五台那個 就聽到今天江律師有非常精彩的這個 剖析啦 不過我覺得江律師就是很直嘛 他想什麼講什麼 對不對 這也是台灣 我都喜歡啦 我都喜歡啦 我講我沒喜歡啦 謝謝這個江建祥 江律師 謝謝我 我都喜歡 我小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